表姐,我给你表演一个绝合呗 这头牛我不用驯服就可以直接骑,你信不信? 不用驯服也能骑? 七宝卖,你最想拿个鞍再说吧,连鞍都没有 要是你能骑啊,我就... 你说什么? 不许,竟然还真的能骑啊 七宝卖,你是怎么做到的? 哎呀,我不但可以骑 而且这个地图里所有生物都是我的坐骑 甚至还能骑着牛的街上飞 这么厉害的坐骑没见过的 不但能骑还能飞? 厉害厉害,我也来试试 呃,我也好不过不行啊 骑不上去,而且他还打我 表姐,想让生物到你的坐骑 那当然要先搬一双骑行证件呀 我有骑行证件,而你没有 骑行证件? 哪里有啊,我也要一张 巧了,表姐,我这身还有多了一张 不贵不贵,只要一百颗墩石我就卖给你 一百颗墩石 臭表妹,你怎么不去抢啊 哎呀,既然你不要,那我就自己玩了 再换一只小鸡钢钱,不通不通在天上飞 这不必要花钱他能买的坐骑行吗 天啊天啊,小伯妹你别走 我就只有五颗钻石都给你了 剩下的,你能不能打个欠条啊 好嘞,应该为定 我先想欠条,可以欠我95颗钻石 一样 你你你,记得这么清楚 好了,快把骑行证给我 给你给你,记得要小心驾驶哈 小猪不会犯青人脸好嘞 哦耶,有了骑行证 我就能够骑上厉害的生物了 顺门龙,给我咬小表妹 喂喂,到底你要我干什么 谁让你坑我钻石啦 就这么一个小石子要是我100颗钻石 哼我 我要让睡门龙每天都咬你一次 除非,你把欠条一笔勾销 要了没咬啦,勾销勾销 但是我不喜欢你钻石啦 剩下还差不多 小猫猫跟我来,前面是雨林 雨林,要是我们跑来雨林做什么 但是抓猴子抓豹子啊 抓一只金钱包当作季 走在街上回头地肯定百分百 这里有只炎祭祀 这个能抓不完 这祭祀怎么一个劲的把脸往吐里埋啊 这么不听话 肯定是你接触不行 还是让我来吧 我骑 看,我已经骑上了嘛 现在就可以骑着祭祀到处走了 等等,你还会这么老方先一直往上飞啊 我停下 完了,这么高我怎么下去啊 当然是跳下来 只不过会摔得很惨 嘿嘿,让你别弄骑啦 算了,祭祀不容易骑 还是去抓黑龙试试吧 我觉得黑龙坐骑更难逢 先靠近他,然后马上点 哦耶,我骑上来了 黑龙快带我去兜风 哇下,一会翅膀就能飞这么高 果然黑龙才是最厉害的坐骑 舌头都要给黑龙让握 但是你要怎么下来啊 一下来,马上就会被黑龙一口吃掉的 啊,那我不是骑虎难下啦 嗯,怎么办 最后帮不过帮我想想办法呀 下来 谢谢大家